南無本師釋迦摩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摩尼佛 無上聖身為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慈 願解如來真實意 各位法師各位句大家阿彌陀佛 出生 學習 娶妻生子 一般來說佛陀娶耶穌陀羅 到底幾歲 也有很多種說法 不過一般的說法是 就是十九歲 十九歲娶耶穌陀羅 另外有說十六歲 有說二十歲 我們一般的說法就是十九歲 耶穌陀羅他就是摩尼夫人他們親戚的 所以耶穌陀羅跟佛陀 一般說來是有表兄妹的關係 好像有這一層關係 有這麼一種說法 大概就是因為耶穌陀羅的爸爸善絕王 跟摩尼夫人 也類似有親戚關係 有些都是說她是兄妹的關係 但是因為印度的傳說非常多 印度又沒有比較正確的證實的記載 所以有很多種說法 不過佛陀 我們說過佛陀娶妻 娶耶穌陀羅 通常是 因為佛陀的記載有三次 就是他有可能娶三個太太 我們知道就是耶穌陀羅 佛陀娶妻 一個說法是十六歲 一個說法是十九歲 一個說法是二十歲 一般說這個是取耶穌陀羅的三種說法 但也有可能是他娶過三次 因為國王子嘛 王子有很多後輝 也可能是三個人的 因為我們不知道 只是說有這樣的說法 我們就順便跟大家說 生了一個兒子羅厚羅 通常羅厚羅是說佛陀出家以前 就生出來的 中國的傳說比較流行在佛陀成道後 羅厚羅才生 所以就有所謂的 界定真相這樣的一個傳說 就是 認為這個耶穌陀羅 他懷的不是希塔多的種 但是這個是 我們說佛法裡面有很多傳說 其實都不是事實 後來就是捕風捉影 就越來越傳越傳越多 為了解釋這個 然後編了很多故事 就會有這樣的 其實佛法裡面有很多也是這樣 宗教裡面都有 那一般比較正常的說法就是 佛陀取耶穌陀羅 其他兩個 因為都也有記載 但是沒有什麼特別記載 就是取耶穌陀羅 我們就說十九歲 十九歲取耶穌陀羅 那麼 因為佛陀是二十九歲出家 所以我們就 我們現在就以佛陀十九歲 一個就可以了 就是 因為到底是不是真的三個 這個我們也不知道了 那就十九歲 十九歲 那麼 娶耶穌陀羅 耶穌陀羅 那耶穌陀羅是善絕王的 善絕王的女兒 那善絕王 據說是 跟摩耶夫人是兄妹 天必成的 善絕王 他們是天必成的 十九歲娶妻 二十九歲出家 佛陀二十九歲出家 這個是比較確定的說法 那三十五歲成佛 那 這個 羅霍羅 在 佛陀出家之前 羅霍羅 在佛陀出家之前 已經出生了 那幾歲 還不知道 那中國的傳說 就是 就是三十五歲成佛的時候 羅霍羅 才出生 那其實這個是比較不正確的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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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霍羅出家 因為我們現在大概先這樣看 二十九歲出家 三十五歲成佛 那麼 六年後回鄉省親 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 或是四十一歲 不曉得 就是六年的話 四十 我們講四十歲好了 回鄉省親 就回 回家 彼羅為國 這個時候 羅霍羅 那個時候 帶去出家 所以 如果 這個 已經出生了 不到幾歲 如果 假設 二十九歲出家 三十五歲成佛的時候 羅霍羅 才出生 那 回鄉省親的時候 那才六歲 不太可能 羅霍羅 那個時候 沒滿二十歲以前 都是沙咪 那時候還是沙咪 還沒滿二十歲 我們先來 先來稍微理解 就是說 這個 這個 羅霍羅出生 大概就是 佛陀出家之前 他就出生了 那 比如說他還小 一歲、兩歲 大概是這樣 所以羅霍羅 還很小 那佛陀出家之前 去看過 就是 看過 羅霍羅 那個時候 耶穌陀羅和羅霍羅 在睡覺 然後他去看一下 最後 最後看一下 然後就 半夜 因為他 他選擇半夜 那 就是 出門 因為才不會被發現 這個時候 大家在睡覺 好 那這個 另外 另外有一個說法 也是佛教的說法 說 因為釋迦摩尼佛是 要來成佛的 是清淨的 所以 羅霍羅生下來是 摩尼佛 不是摩尼佛 耶穌陀羅 是 就是 不是因為 受精卵 懷孕的 就是 他們沒有 行夫妻關係 就是後來也有這種傳說 當然這個也是編的 那麼 就有一點像 耶穌是 耶穌是聖母馬利亞 就是自然 他不是自然懷孕 也不是那種 人為懷孕的 他就是好像 那 這種 這種 就是 他 沒有經過 這個人為的因素 然後就懷孕的 那 這種說法也有 那 主要就是因為要 鋪陳佛陀的這種 清淨啊 殊勝啊 偉大啊 其實佛陀的偉大不在於 他出身跟比較不一樣 或是他的一些 而是他的智慧 跟慈悲 那麼 這種傳說就會很多 甚至後來就開始傳說說 釋迦牟尼佛指著 耶穌陀螺的肚子 耶穌陀螺就懷孕了 這有很多種類像 但這種說法 我們不要太相信了 就是佛教會有很多類似 像 這樣的說法 然後來讚嘆這個神 但我們現在有一個 讚嘆這個 讚嘆這個佛菩薩 我們有一個觀念就是 佛菩薩的偉大 不在於 不在於他的出身跟人家不一樣 就從幼邪出身 出身就會走路 然後 他這個出身是 這個 他的母親 然後是 是什麼樣什麼樣的 異以常人 而是他的智慧 跟慈悲 達到一個圓滿 主要是這樣 那你不要 就是很多人會把他跟神教 他的一種出身方式 他的一個 一個特別 異以常人 這部分 就好像佛法的修行 不在於 你能夠 你有神通 能夠 能夠變化 能夠飛天轉地 能夠預知過去 能夠預知未來 不在於這樣 而在於你沒有煩惱 你有很大的慈悲跟智慧 所以很多人會把修行的重點放在於 他異以常人 不是 而是他超越常人 就是他的道德 他的慈悲跟智慧 超乎 超越常人 而不是他的出身 他的表現方式 異以常人 不是 一定要理解這種東西 你才不會佛法走錯路 所以大多數的人 大多數的人 什麼叫做有修行 能夠吃苦就是修行 當然吃苦也是修行 但吃苦不就是修行 吃苦會幫助你修行 但吃苦不就是修行 那很多人就修行就要吃苦 所以你看那個衣服穿越破的 住的房子越破的 然後東西隨便吃的 你就覺得他越有修行 不是 如果這樣的話 佛陀就苦行 那個更苦 早就成道了 不會 苦行外道可多了 佛法不是在吃苦 佛法是在怎樣 離苦 你這個要知道 你不要自找苦吃 但是他要忍受世間的這一些 他吃苦有助於他離苦 但是不是吃苦就能離苦 這個觀念一定要有 所以多數的人會認為 能吃苦就是修行 不是 沒有煩惱才是修行 那麼真正讓你受苦的是煩惱 苦是一種果報 你能忍受 那當然也了不起 你看那個印度外道 一隻手舉一輩子 然後不喝水還是不吃飯 浸在水裡面 一浸就很久 一隻腳站很久 那苦不苦苦啊 他能忍 偉不偉大 他能不能解脫 不能啊 你要知道 所以最重要就是 愚痴導致他不能解脫 並不是他有很強的忍耐力 他就能解脫 並不是他很精進就能解脫 不是 佛教徒一定要先確認佛教跟外道差別在哪裡 你如果非常崇拜那些修苦行的人 那表示你對 你對什麼 你對於修行的定義 著重在什麼 著重在吃苦 那麼你如果著重在那一些 比較有慈悲有智慧的 他不一定吃苦 你佛陀也不一定吃苦啊 佛陀成佛之後 你看他住的穿的 他是隨緣的 他也不一定要吃好的 但是他也不特別挑不好的 吃 那麼他一開始的時候 穿的是份掃衣 但是後來 後來那個份掃衣給大家設了 大家設給他一件很好的衣 他也穿 那國王給他好的衣 他也穿 但是他就只是三件 他也不多 那麼他有他就穿 沒有是怎麼樣 他也不穿特別鮮豔 也不穿特別好的 但是也不穿特別破的 那麼他也不特別要好的吃 但是也不特別挑不好的吃 這個一定要知道 因為他這個只是一種方法 他不止取這一些 如果你說 那我要特別挑那個不好的吃 特別穿破的衣服 Tippo 到時候就這樣啊 那麼才是修行 不是啊 不是啊 修行 修行是在那個心啊 不是這個身啊 所以佛的偉大 不是他的出身 異於常人 也不是他表現出來 異於常人 而是他的慈悲跟智慧 超越常人 那這個才是重點 所以你必須要修行 著重在哪一邊 著重在哪一邊 就是不再有超能力 真正的超能力 就是超越煩惱的能力 這個要知道啊 不是你可以飛天鑽地啊 那個有神通有多的事啊 那這一些 不是你能夠預知過去 不是你能夠看見未來 你能夠預見未來 幾年都會怎樣 你能夠看見過去 你過去是怎樣 這一些 也不一定能解脫 天眼通有宿命通 不一定能解脫啊 你能夠看見你過去的錯誤 你能夠知道你未來的方向 正確的方向 這個才是真正佛法裡面強調的嗎 就是說 你知道你未來要走哪一條路 你能夠 不是你能夠預見未來 你就是有修行 你能夠預防你的煩惱 這個比你能夠預見未來 重要的很多啊 我告訴你 是不是 你有智慧 能夠從因上知道 這個因這樣 未來果會這樣 這個才是真正的天眼 就是你能夠預見從因上 你就知道果會這樣 那天眼也是一樣嘛 它也是一個因果關係嘛 那麼 宿命是從果之因嘛 天眼是從因之果嘛 但是這個會變得嘛 未來 因為它已經決定是這樣了 所以 它會預見 那麼 就好像很簡單嘛 你現在坐高鐵 從苗栗 要到台北 人都還沒到 你就知道 你就可以跟那個街的人說 我幾點幾點會到 還沒到 你怎麼就知道 照這個高鐵的行駛速度 沒有問題的話 幾點就會到嘛 可是還沒到 你怎麼就知道 這樣的 這樣的樹立 這一條軌道 它就是到這裡嘛 這樣的因 這樣的因 你沒有改變 它就是會變成這樣的狀況 這個就是什麼 就是智慧嘛 你可不可以預見 可以啊 那個醫生跟你講 你咳嗽去給他看 他說你吃藥 一個禮拜就會好 都一個禮拜還沒到 你怎麼知道就會好 如果你照這個藥 照你的狀況 你這樣治療 它基本上就是這樣 但是有沒有可能會改變 也有啊 所以未來還是不確定的 但是 可以怎麼樣 有機可尋 那這個就是智慧 那麼最重要佛法 最重要的其實就是 就是智慧跟慈悲啦 那麼從佛陀的修道的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大概就可以知道 那以後我們 我們是學佛的人嘛 那麼就是說 我們要掌握些什麼方向 好 那這個是我們先說到它 大概是 大概是這樣 兩十九歲結婚 那麼二十九歲出家 三十五歲成佛 那四十歲回鄉省親 那先講到這邊 那麼我們一個一個來講 好 那二十九歲出家 就是半夜出門 那佛陀 佛陀的侍者 出家之前 比較有名的就是禪陀 就是車逆 我們叫車逆 他半夜出王宮 就二十九歲 半夜 佛陀也是半夜出家 然後半夜成道 然後半夜涅槃 佛陀也是 佛陀也是 都是在半夜 一般 一般 都是在月圓月的半夜 止時 大部分都在那個時代 不知道為什麼一定要是 是不是那個時候 是比較寂靜還是怎樣 不知道 反正就是 都是在這個時候 半夜出家 然後 出家的時候 逝者 我們說佛陀其實很多逝者 那希達多的逝者 就是王子的逝者 就是照顧他的人 一般我們叫做車逆 有時候叫做蟬陀 有時候翻譯叫蟬陀 他應該是已經吩咐蟬陀了 然後半夜的時候騎馬 你說有人說 這個是馬還是馬車 如果我們照這樣看 應該是馬而已 馬車有聲音 他可能會超鮮 應該就是騎馬而已 然後蟬陀駕著馬 也有可能馬車 因為我們不知道 沒有紀錄 不曉得到底是馬還是馬車 那你說那是白馬黑馬 這個就不用問了 管他什麼馬 你認為騎白馬比較高貴 你就說騎白馬 他去了 就是 照經年裡面說是 從晚上一直騎 騎到看到天亮了 他就說 好了到這裡 跟車逆說 他把那個身上的衣服 因為他王子穿的衣服是很好的 然後就是 也是有那個手勢 全部拿下來 然後他們可能就是到一個 也是修行的地方 然後跟那些旁邊的人 換一塊比較不好的布 然後或是他有準備 反正都有各種說法 然後他就把這個 這些衣服 這些珍 這些手勢 全部交給蟬陀 就是交給車逆 叫他帶回去 然後跟進化網友說 他已經出家了 不用來找他 那據說他去的時候是 一般說是到先到屁舍裡 那這個 如果是一匹馬 一匹馬這樣 從晚上走到白天 基本上就是六七個小時 六七個小時 可能就是不知道走多遠這樣 就叫他回去 大概就是這個 我們說他會出家是因為兩個原因 上次有講 一個就是他觀耕 農耕祭的時候 他看見眾生彼此之間為了利益 那麼互相傷害 那麼眾生為了生活 那麼被這些種種的逼迫 然後又看見老病死 以及沙門 所以他後來就 在羅後羅出生不久後 他就決心要出家 那他出家一定不會經過同意的 他出家他的父母 不可能會同意 所以 那後來出家為什麼要經過父母同意 因為進化網要求的 那主要就是因為他回去的時候 進化網其實還是很生氣的 回去沒多久後來又把羅後羅帶走了 他更生氣 他就去要求佛陀 希望佛陀以後要憐悯這些父母的心情 你自己出家 而且他是獨生子 因為他的太太摩耶夫人已經往生了 也不可能再生了 除了他在娶 年紀大了可能也是 這個就是對他來說 他最可以繼承王位的兒子出家了 然後 留下那個孫子有可能繼承王位 他也把他帶出家了 所以他就心裡面 後來要求佛陀 希望佛陀以後規定 出家要經過父母同意 其實是這樣 那如果父母不同意就不能出家 但其實講是這樣講 大部分的人 大部分的人出家也沒有經過父母同意 我出家也沒有經過父母同意 因為我出家的時候 我父母不知道 沒有同意不同意這件事 所以大部分的人 因為世間跟出世間的想法是不一樣的 他一般人除非他認識 不然他不太可能同意你出家 不過戒律裡面有這樣規定 就是出家要經過父母同意 那這個是進犯王 後來進犯王 因為佛陀出家 後來又把羅後羅帶出家 的原因 那我們先說到這個 這個出家後來先去哪裡 先一般記載 依佛本行極經的記載 我們把這個印度地圖稍微畫一下 稍微知道 這個從哪裡到哪裡 基本上印度是一個大三角形 不過佛陀主要的幾個地方 就是說我們說王舍城 我們看這個地圖稍微畫一下 王舍城在這裡 這是王舍城 王舍城是佛陀主要的地方 王舍城在這裡 然後王舍城 這個是摩羯頭 王舍城是摩羯頭果 等一下我們再來把這些 歷史資料稍微顯一下 摩羯頭果 摩羯頭果的王舍城 那麼 王舍城 王舍城在往這邊走 這邊是喬薩羅果 我們走遠一點好了 匹舍梨在中間 這個是舍衛城 這邊地圖比較小 這個是舍衛城 喬薩羅果 這個是舍衛城 這個是舍衛城 好,我拿一個大的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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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王舍城 那 往上是 舍衛城 那中間是屹舍梨 那中間是屹舍梨 王舍城在底下 屹舍梨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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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守衛城在上面 守衛城在這裡 屹舍梨 好,守衛城在上面 應該在這裡 畫這樣好了 我們稍微知道一下 這個是屹舍梨 我畫得不很準 你們自己如果有去看地圖 我們是稍微大概知道一下 而已 王舍衛城在底下一點點 屹舍梨底下 應該是這樣 屹舍梨在這裡 王舍衛城在這裡 王舍衛城在這裡 他們中間就稍微 隔了一個橫河而已 這是王舍城 屹舍梨 然後就舍衛城 那舍衛城旁邊 屹舍梨 然後 舍衛城 舍衛城上面一點點是 舍衛城的上面一點點是 加皮羅衛國 就釋迦佛的地方 釋迦佛的這個國家 加皮羅衛國 舍衛城 屹舍梨 這裡是加皮羅衛國 就釋迦佛的故鄉 加皮羅衛國 他從這裡 一般來講先去屹舍梨 然後到王舍城 大概是這樣 所以這裡是 王舍城在這裡 然後 這主要的三個地方 主要的三個地方 大概 大概我們先知道這樣 那釋迦佛出家的時候 出家的時候先就是 先到主要有三個地方 一般我們講我們只知道他六年苦行 這中間 從二十九歲出家到三十五歲六年苦行 通常是這樣 其實這中間他去了三個地方 第一個 先去所謂的苦 一般來講 一般來講先去到所謂 他見了三個人 出家之前 兩個老師 去三個地方 第一個先去拔切婆先人那裡 依本刑集經裡面說的 第一個先去拔切婆 拔切婆是一個苦 苦行僧 那個時候還不是苦行靈 後來才去苦行靈 這是苦行僧 他先去參反他 就是從他從加皮羅衛國出來往這邊走 一般來講說他是在屁舍裡 就是在苦行靈這個地方 好 就是先到屁舍裡這裡 他從加皮羅衛 這邊是捨衛城 那其實加皮羅衛是龜 捨衛城是喬薩羅衛 喬薩羅 喬薩羅衛 我們先把這個觀念先弄好了 喬薩羅衛的首都叫做捨衛城 摩羯頭衛的國王 國王是品婆梭羅 品婆梭羅 王后是韋提西 王子是阿哲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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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哲氏 王子是阿哲氏 王子是阿gens 佛教三大地方 就是獎金最多的 基本上就這三個 六大城裡面的三大城 但是這個是最主要的三個地方 如果兩個的話就是王者城跟守衛城 國王是波斯尼 皇后是茉莉 王子是祈陀 祈陀太子 但是後來稱王的是琉璃太子 琉璃王 琉璃太子 其實我原來是這個太子 後來有這個做國王琉璃王 彼琉璃 他叫做彼琉璃 那茉莉夫人還有一個女兒 叫做聖曼 嫁到阿瑜托國 叫聖曼 聖曼經裡面的聖曼 還有一個女兒 那波斯尼王還有一個妃子 波斯尼王有一個妃子 這個是王后 有一個妃子 這個妃子是 波斯尼王的妹妹 還有一個妃子是波斯尼王的妹妹 還有一個妃子是波斯尼王的妹妹 波斯尼的妹妹 但是不知道叫什麼名字啊不知道 波斯尼王的妹妹也嫁給 平婆索羅 所以琉璃王要 叫所謂琉璃王 琉璃王 平婆索羅王 叫舊舊 就是他有這種關係 我們先瞭解 佛陀在這個地方 加皮羅惡國 金冠王 這中間 辟舍離沒有國王 辟舍離是共和國 辟舍離是共和國 共和國就是沒有國王 各個部派推一個人出來商議大事 加皮羅惡國也是共和國 大家共治 你有一點是議會 早期就有了 它也是共和國 共和國其實是歸喬沙羅國管的 佛陀娜王管的 所以佛陀娜王才會去要求釋迦族派一個人 派一個公主來嫁給他 後來才派茉莉 茉莉夫人 聽說茉莉夫人是釋迦族的悲女 後來才會產生皮琉莉王 很生氣 因為他是茉莉夫人生的 他認為他們是悲見種的 所以他很生氣 後來才用滅世家族 再產生這一些 就是這個因緣 也類似像這樣 我們先說佛陀在這個王宮 加皮羅惡國這邊 大概是這樣 佛陀的紅髮大概在恒河兩岸而已 後來才延伸到南印度哪裡 從這裡先到屁舍裡 不遠嘛 起碼在半夜 半夜不曉得幾公里 可能去查一下也知道 就從半夜 夜半出城 然後一直到天亮 先到這裡 這裡有一個仙人 佛陀可能之前 照理講應該是 他沒有國王 因為他是共和國 照理講應該是他之前就打聽到了 所以就到那裡 這裡見到拔茄婆 在哪裡 喔 就在這裡 在屁舍裡 在屁舍裡見到拔茄婆 拔茄婆先人 他其實是苦行生 那依記載 他站那邊已經有幾天 他觀察 觀察這些人 有站一隻腳的 因為苦行人 苦行生很多 有舉一隻手的 有躺在荊棘上 有躺在熱沙上的 有進在水裡面的 非常多啦 那據說佛陀在那邊 因為很有名啊 巴切婆先人很有名啊 非常有名的先人 據說也是 那佛陀曾經問他們 你們這樣修行是為了什麼 為了離苦 就是說 你先受苦 你才能離苦 你要先吃苦 你才能療苦 後來佛教不是也這麼講嗎 吃苦療苦 吃苦不能療苦啊 吃苦不能療苦 這觀念是錯的 要怎麼樣才能療苦 要斷苦因才能療苦 這觀念不一樣喔 吃苦就是受苦啦 受苦 忍苦 忍耐 你才能怎麼 才能療苦 療苦就是離苦啦 才能療苦 佛法不是這麼說的 這觀念要知道 其實我剛學佛的時候 也是這樣觀念 出家就是吃苦菜 出家就是要吃苦菜 就是要吃苦啦 這觀念不對喔 出家是要療苦 但是不是你受苦 忍耐 你就會療苦 不對喔 不對喔 這觀念不對喔 不是你受苦 你就能療苦 就好像 比如說我們被人欺負 被人罵 被人打 我們忍受 那我們就還債 也很有用這種觀念喔 就是我們只要忍耐 忍受他 我們就還給他 因為我們過去欠他啦 不對不對 這樣觀念也不對喔 不是說我們忍受他的無理取鬧 他會跟我們無理取鬧 那一定是我們過去欠他 忍他就好了 過了欠了就沒有 還完了就沒有了 不一定是這樣喔 這樣觀念不一定對喔 就好像說 那我們會受苦 一定是我們過去是造很多月 所以我們這一次受完了 我們就還了 還過去式的債 我們有一個錯的觀念 宿命的觀念 就是說 第一個 我們受苦是要還過去式的債 第二個 我們受人家的欺負 我們是還他的債 不一定 還完了就不會 還完了 再還完了 我們就療了 我以後就不會再受他的苦 我以後就不會再受苦 這觀念不對 很多人有這種觀念 所以苦行為到底是這種觀念 所以他就怎麼樣 既然受苦就療苦 那我就一直受 受到我不再受苦 我就還盡了 這一生把累結來的苦都還盡了 那以後我就不再受苦了 不對 那有時候有些人會這樣 他一直欺負我 那麼我欠他的債 我就一直受 一直忍 一直忍 忍到 忍到 我被他欺負死掉 折磨死掉了 以後我就不再受他的苦了 不對 這觀念是不對的 如果你要離苦 要了苦 就解決這個苦 了苦就是解決這個苦 了脫這個苦 要怎麼樣 知苦因 就是我們講的四弟 要知苦因 這些苦 從哪裡來 就好像這個人一直欺負 你要知道他為什麼欺負 當然有過去夜遠的關係 但不完全是這樣 要知苦因 從哪裡來 那苦因一定有兩種 因跟遠 就是自己的無名煩惱 以及他的煩惱 然後結合的 你這個東西沒有解決 你單單一直受苦 一直平白的吃苦 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 累劫苦行 非涅槃因 我們雖然在講佛陀的一生 但是我們要知道 佛陀是怎麼成佛的 他都是怎麼想怎麼做的 那他不是白白受苦啊 所以佛陀去觀察 我們先講這個 知苦因 然後還要知什麼 知 離苦的方法 離苦的方法就是道 離苦的方法 正確的方法 離苦的方法 他就是道 叫做中道 正道 或叫做中道 離苦不是苦也不是樂 離苦的方法 我們叫做中道 苦樂的兩邊 叫中道 或叫正道 或叫八正道 或叫正道 或叫中道 有些人說 學佛就是要快樂 有兩種說法 兩邊嘛 你看 有些人說 學佛就是要快樂 你看來真佛不快樂的 所以我們要快樂的學佛 什麼事情會讓你快樂 你就做什麼 這就對了 所以有一些人念佛 快樂念佛 就 很快樂的念佛 為什麼 佛是快樂的啊 我告訴你 這是另外一邊 你想吃什麼 你就吃什麼 這個是身體告訴你 你的身體需要 所以你要符合你的身體需要 你想吃什麼 你就吃什麼 你想做什麼 就是做什麼 就是你任性去做 你不要束縛 因為你束縛就會起煩惱 你就會壓抑 那這就是煩惱啊 你沒有煩惱 你想做什麼 想說什麼 想吃什麼 你就去做 你這個就是沒有煩惱 你現在都很苦 那你怎麼可能因苦得解脫呢 有些人這麼說 那這個也是錯的 這個就是苦跟樂的兩邊嘛 佛陀講宗道 不是苦 不是樂 因為你順於苦 你壓抑 那麼苦 那麼忍受苦 跟你不壓抑 完全 要你依你的欲望 依你的想法去做 順從你的欲望 或是壓制你的欲望 那麼順從你的欲望 你就比較屬於樂的嘛 你快樂嘛 所以早期有人在念佛 也是快樂念佛啊 想辦法讓自己快樂 那很輕鬆念佛 這樣我告訴你 這樣我告訴你 這樣是隨損自己的欲望 也不對 增長自己的欲望也不對 那你只是用壓抑的方式 讓它沒有辦法升起來 那麼你很苦 現在苦以後就不苦啦 這樣也不對 那有些是 你現在要快樂 你以後才會快樂 就現在盡量讓自己快樂 這樣也不對 真的就有這兩種人啊 有這兩種修行方式啊 佛法 這個都不對 不在這一邊 不在苦的因 知苦因知離苦的方法 那麼 正確的一直往去 就漸漸消除它的苦 所以你看喔 斷三節 出國斷三節 三節一個叫做什麼 借進曲 三節一個叫借進曲 我們寫在這裡好 我們要講說佛的侍者 一個是車逆 這個是佛出家之前的 出家之後有很多侍者 但最重要的是誰 阿難 其實佛有過很多侍者 如果一一阿安經裡面來講 我看十幾個跑不掉了 十幾個跑不掉 不過二十五歲以後 最主要的是阿難 最主要是阿難 那麼 出家之前最主要是車逆 好 這我們就不講了 我們先講這個 這個 出國斷三節 就是 你要離苦 就是 你已經就近人離苦了 還沒徹底 但是你已經苦的根斷了 那個叫聖者 出國 那麼他為什麼能夠斷這個苦 苦就是有輪迴嘛 就近的苦就是輪迴啦 那能夠斷就近的苦 主要是斷三節 你看喔 那三節裡面最主要的是什麼 升見 升見就是什麼 我見 以五運為我 好 直取這個五運為我 有我見就有我愛 有我愛就有我所愛 我愛我所愛就會造業 造業就會趕遭生死 反正就是這樣 有生死就會有苦 因真會愛別離求不得 勞病死 不會沒有 那就從這邊來的啊 好 那麼升見怎麼斷呢 一樣 你那個方法不對 第一個一定要斷什麼 借進取 第一個一定要斷借進取 這個就牽涉到 等一下我們來講 佛陀出家之前遇到的人 他修的方法 第一個是婆切婆嘛 我們先把這個講 好 借進取見 借進取見是什麼呢 非因既因非果既果 借進取見 這個觀念很重要 很多人都不知道 借進取見 在早期的翻譯 翻譯做什麼呢 翻譯做借道 所以你如果在經典裡面看到借道 借道跟道借不一樣 我跟大家講一下 借 他早期翻譯都翻譯做借道 借道 那你從這個借道很容易變成他是道借 他跟道借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個大家要知道 你很容易被他的名詞影響 這是他的翻譯翻譯做借道 他不是到五借裡面的道借 偷道借 他不是道借 他就是借進取 所以你看到借道 你不要以為他是 他就是讓你不去偷道 不是這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借進取是非因濟因 非果濟果 昨天才有人 又用訊息問我這件事而已 非因濟因 非果濟果 濟就是直取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這樣的修行方法 修行方法 是不能得解脫的 是不能離苦的 就好像比如說婆妻婆 婆妻婆認為我現在受苦 我現在不斷的受苦 我以後 就不用再受苦 我現在受盡他的欺負 我只要忍耐 我這輩子就不用再受他欺負 我告訴你 這個觀念 這個叫做非因濟因 你不是 你不是 因為這樣的方法 不就是離苦的方法 最重要是你那個心 你那個心 你那個心沒有離的話 你現在忍受忍受 你只是忍受他 你只是忍受你這一生 他並不能夠 就保證你下一生不會再受他的苦 不會喔 不會再受你自己的苦 不會喔 不是這樣子的 所以 這個叫做非因濟因 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 並不是 跟你所要達到的目標 比如說你要離苦 或是 這個目標 就是你想得到的結果 你所想要得到的結果 就是你所想要得到的結果 或是成果 那麼 你所想要得到的結果或成果 並不能完成 那你的目標可能是要升天 可能都要得福報 下輩子再來做人的時候要有福報 或是下輩子可以升天 或是下輩子不用受苦 要解脫 你的福報 那麼比如說你要不墮三二道 你要來做人 有福報 有智慧 那你要做人 那麼 可以 受命長 這一些 或是你這一輩子要受命長 或是你下輩子要受命長 那你這輩子要受命長 你就練個長壽咒 或是練個藥師咒 你就可以受命長 那你這輩子要健康 下輩子要健康 你就練藥師咒 或是你要不墮三二道 你就練地藏菩薩 就可以不墮三二道 我告訴你這些觀念都是非因即因 這個方法 不是達到你想要目的的方法 你誤以為 這樣的方法就可以讓你達到那個目的 第一個婆且婆先人 這個就是非因即因 非因即因 就是你這樣的方法 這樣的苦行的方法 其實並不能夠 佛陀後來 後來又到苦行臨 六年苦行 但是他不是依這個婆且婆的苦行方式的 但是他只是用那個苦行的環境 他一樣修苦行 但是這樣的方法也不對 這個都是非因即因 苦行臨裡面沒有特別依指誰 但是在這個苦行身這裡是婆且婆 另外他又去 這個叫做非因即因 佛教有很多非因即因 比如說我們講超度好了 你寫一個牌子 讓很多法師送經就可以把這個人超度到哪裡去 非因即因 這個不是超度人的方法 第二個 第二個 我們等一下把這個講完 再連這個 借進取非因即因 一個是非果即果 婆且婆這個其實就是非因即因 婆且婆先人 拔且婆先人 這個是非因即因 佛教有很多非因即因的 比如說 比如說你送完經就會有功德 當然也不是這個也不能說沒有 但是你要所要得到的功德是什麼 就是你把送完本經給他 他就超度他了 沒有這個不對 這跟婆羅門 婆羅門 道橫河裡面靜著 然後祈禱就可以滅罪 這個也是非因即因 這樣並不能真正面臨的罪 你跟天神祈禱 天神就會示福給你 這樣非因即因 你求財神 財神就會示財給你 非因即因 非因即因 這個都是啊 在佛教界 很多 基本上都是世間的人 第二個是非果即果 我們先來講 再講這個 佛陀聽說在這裡沒有幾天 據說沒有幾天 他看一看看一看 用他的智慧就知道 這樣的方式 他跟他們有對談過 這個都記載在佛本行即經裡面 大家有空可以去看 據說跟他們有一些問答 質疑他們 他認為其實就是 印度到現在還有很多苦行生 這些苦行生 基本上他就是認為 因為我們是一夜而輪迴的 既然夜那你受完夜那就不再輪迴了嗎 他就一直在這一生讓自己不斷的修苦行 那受夜報 就好像說 我們有些人會認為 那我受你欺負 那肯定是我過去欠你嗎 我一直讓你欺負 欺負到死 我下輩子就不會再讓你欺負了嗎 不對 不對喔 所以很多人就說 你罵我 你打我 跟我消業障 就是我們的二元就慢慢沒有了 反正我就讓你欺負到死 就算了嗎 這一輩子 下輩子 不是喔 不是喔 所以這個觀念是非因即因的 這樣的方法不是真正讓你不受苦的方法 你卻一直以為這樣就會讓你不受苦 反過來這樣的方法不是讓你得智慧的方法 這樣的方法不是讓你得福報的方法 那你卻認為這樣的方法就可以讓你得智慧 得福報 得身天 得不斷三惡道 讓你親連得超度 讓你得光明 不是這樣子的 所以這個叫做非因即因 修行第一個要斷的是非因即因 非果即果 這個叫借進曲 第一個一定要斷借進曲 借進曲就是錯誤的修行方法跟觀念 錯誤的修行理論跟宗旨 你要達到的目標 其實是不究竟的 要用的方法其實是不正確的 你所想達到的目標是不究竟的 你用的方法是不正確的 這個觀念沒有先去除 你後面都不用講 就是要先去除錯誤的觀念 以方法 你錯 所以我常常講 一本經一定先告訴你三個方向 第一個是修行的理論跟宗旨 就是目標 你要去到哪裡 為什麼要做這些 然後理論是什麼 一定要一定告訴你修行的理論跟宗旨 修正確的目標 為什麼 還有正確的方法 修行的方法跟次第 是不是 就講這個 最後才講修行的功德跟宗旨 一本經已經告訴你這三個部分 那你修行也是要掌握這三個部分 什麼是錯誤的 什麼是錯誤的 就好像你吃東西 第一個你一定要先知道哪些是有毒的 哪一些是可以生吃的 哪一些是不能生吃的 哪一些是可以炸 哪一些是可以煮哪一些是不能煮的 這個不知道 你吃下去營養還沒得到你就中毒啊 你就先麻煩了 然後第二個才知道哪一些是有營養的 哪一些生吃比較有營養 哪一些煮熟吃比較有營養 你吃東西不是也是要先這樣嗎 先減掉那些有毒的 為什麼花生花梅呢你就要減掉 為什麼馬鈴薯長牙了那個就要丟掉 為什麼 那些東西吃了有毒啊 你把有毒的東西跟有營養的東西放在一起吃 營養沒得到 營養也得到 毒也得到 但是毒會讓你沒有辦法接受營養 那個很嚴重啊 所以毒要先去掉 你吃東西也是 撿東西也是 買東西也是一樣這樣啊 你在煮東西也是這樣啊 撿菜啊 那一些髒的壞掉了怎麼樣的 那這一包東西被老鼠咬掉 你也不知道哪一些是被老鼠咬掉 有沒有細菌 你都會整包丟掉 為什麼 有毒啊 你就怕有毒啊 那修行呢 也一樣 先去掉有毒的 所以邪見要先去掉 錯誤的觀念錯誤的方法 好 那我們再講第二個 第二個勃切婆 第二個是誰 阿羅羅佳蘭 這個其實 我們講 這個是阿羅羅佳蘭 阿羅羅佳蘭 就是他出家之後 他去了哪裡啊 那出家之前 他想些什麼 這我們稍微知道 阿羅羅佳蘭 他有很多名字啊 但是我們就取一個比較 叫我們常說的名字吧 阿羅羅佳蘭 第二個是玉陀羅摩蘭子 玉陀羅摩蘭子 好 那這個是在王舍城 他到先到屁舍裡 先到屁舍裡 從加比羅威果到屁舍裡 到屁舍裡 這裡見扒傑婆 那這個車匿可能就在這附近了 然後叫他回去 然後他去見這個拔傑婆 見這個拔傑婆 沒有幾天 據記載是沒有幾天 他這邊觀察 他不是跟著修 他去先觀察 先觀察他們在修些什麼 然後跟他們談話 為什麼 你看佛陀是很有智慧的 他不是往前不知道 人家說好就跟著說好 沒有 大家都說好就跟著說好 不是 他先觀察 然後看他們 然後問他們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目的何在 原因是什麼 後來他發現 這樣沒有什麼道理 他就不跟著做了 他不跟著做喔 他就離開了 好像幾天 幾天而已 然後他就離開了 離開了就 有人跟他講 那這個在王舍塵這裡 就從屁舍離到王舍塵 其實蠻近的 到王舍塵 要到舍衛塵 就有一點遠了喔 就有一點遠了 那屁舍離到王舍塵 比較近 屁舍離要到舍衛塵 比較遠 好像大概這裡要三分之二 這裡要三分之一 比較遠一點 比較遠一點 更遠了 比較更遠 更遠一點 他到屁舍離到王舍塵 比較近 就底下而已 就不會很遠 就不會很遠 就底下一點點而已 不會很遠 這也是王舍塵 那後來他就到王舍塵 王舍塵來在 王舍塵是摩基陀果 那這個也是佛陀最初的地方 最初見晶塵的地方 等下我們再來說 他到王舍塵來找阿羅羅加蘭 先找阿羅羅加蘭 阿羅羅加蘭 佛陀的禪定 是在這裡學的 應該也沒有很久 如果我們給他估算 在阿羅羅加蘭 跟芋頭羅摩羅子這裡 佛陀以前沒有修過禪定 但是他一去到這裡 跟阿羅羅加蘭 修學禪定 基本上說阿羅羅加蘭 是得無想定 有些說無所有修定 就是有兩種說法 那我們講無所有修定 就是他正得無所有修定 這個無所有修定 但是他裡面還有一個 微妙的 就是珍藏的 就是有一個我 那佛陀 那佛陀那個時候 還沒有無我的觀念 也沒有緣起的觀念 都沒有 但是他就是天啊 他跟他學 那進入了 從初禪 二禪 三禪 四禪 一直到無所有修定 那麼他說這樣就是解脫了 你可以見到那個 一個微妙的真心 或是微妙的靜體 類似像這樣 就是我們講的真場微信 類似像這樣 就是你會發現到有一個 很 很 就是 就是有那個定的境界 這樣就是涅槃了 這樣就是涅槃 那他就覺得這樣 以定境 這樣定境 走了就沒有了 就佛陀當時在想 這樣就是解脫嗎 佛陀已經沒有多 他好像沒有很久 具體多幾天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從 從這裡 就是他修定 因為你得無所有修定 這個是非想非非想定 這個是非想非非想 所以佛教最高的定就是這裡 非想非非想 有人在探討 那是不是有更高的定 不知道 那因為佛陀修到最高就是這裡 所以就以四禪八定 為所有最高的定 那再上去就解脫了 這是佛陀本身的修行歷程 那修到無所有修定是從 初禪 二禪 三禪 四禪 空無邊 四無邊 無所有 那佛陀得了這個定之後 他發現 這個 又跟他們講 還是跟他們講 探討 那麼詢問他們 他認為這個就是涅槃 佛陀認為這個不就是涅槃 那如果一般人 我那個時候在想 如果我去 那我的師父跟我講 我這個涅槃 我就說這個就是涅槃啊 那我會不會懷疑 我可能不會懷疑喔 那我就以為這個涅槃了 然後到此 我就覺得已經正涅槃了 結果下輩子再來的時候 你才知道沒有涅槃 那時候我們可能不會懷疑喔 那時候我在想 那為什麼 因為我們沒有過這麼殊 這麼殊勝的境界嘛 那我的師父 跟我講這個是涅槃 那我就會覺得這個是涅槃 我不會懷疑喔 那我為什麼不會懷疑 佛陀為什麼會懷疑呢 那這個就是不同的地方 那他會懷疑是因為他觀察到 從理論上 或是從他實際的經驗上 觀察到 這樣 還是會有動啊 這個在本行基金裡面 稍微有探討 就我們不講那麼多 就大概講一下就可以 好 那沒有多久 人家說那你 因為大家 那你就去另外一個 玉陀羅摩洛子那裡 那裡他更厲害 可以說幾乎也是當時印度 算是最厲害的人了啦 那你覺得這樣還沒有 那你就好 那我告訴你 因為他們都他們修禪定的人 都知道哪裡哪裡有人嘛 就好像 就好像你是熟悉那一個領域的人 學畫畫 就告訴你 好那另外有一個很厲害的畫家 你去找誰 你還有一個音樂家 你去找誰找誰 就像這樣 好那你說 那你就去找那個 玉陀羅摩洛子 好他又去 玉陀羅摩洛子那裡 那也因為在王舍城這裡 也因為在王舍城這裡 所以他有時候出來脫波 修行 他就遇見什麼 遇見這個 王舍城的這個 平伯梭羅網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他到王舍城這裡的時候 那麼出來脫波 遇見這個國王這件事 先來講他到 玉陀羅摩洛子這裡 那玉陀羅摩洛子這裡 因為從無所有出定到 飛翔飛翔相對 就更快了 因為他已經證得 無所有出定了 那再要來證得 這個飛翔飛翔就不那麼難 就很快又證得了 然後他 這個就問這個 玉陀羅摩洛子 就是說他 因為他也是告訴他 這樣就是涅槃了 這樣就是涅槃 但是佛陀覺得 這樣也不是涅槃 那所以 後來就沒有更高 更厲害的人了 那我們要說的之後 這個就是非國際國 他認為這樣就是 他所得到的境界 其實不是究竟 他所得到的境界 比如說無所有出定 無所有出定 那飛翔飛翔促定 飛翔飛翔促定 這個就是涅槃 但是 非國際國 就是你現在所得到的境界 並不是究竟的 並不是涅槃 那你以為他是涅槃 你就會覺得 就到這裡為止了 這個是最究竟的 其實不是 這個叫做什麼 非國際國 你所得到的國 你所得到的並不是涅槃 所以就是外道涅槃 你所認為的究竟 不是真究竟 你所認為的涅槃 不就是涅槃 那你如果認為這樣就是涅槃 你就不會再往前 因為你覺得已經到了 你就不會再更上 更進一步 不會 你就不能得到真正的解脫 所以你看 你要真正解脫 你必須要先去除 非因即因 非國即國 你這樣的修行方法是不正確的 並不能達到你所想要的涅槃 那你現在所得到的境界 並不是真正的涅槃 並不是真正的解脫 你誤以為它是解脫 你這樣的修行方法 並不能讓你達到解脫 並不能讓你離苦 並不能讓你升天 並不能讓你不到三二道 你卻以為它可以 這個叫做非因即因 你現在所得的並不是真實 你現在並不是在天上 你現在 你現在並不是得解脫 你卻以為 你現在並不是正出國 你是以為 那麼這個就是非國即國 好 那麼修行先要去除這兩個 這一個叫做借進去 這個沒有去掉 這個沒有去掉 你不可能得真正的利益 就好像你這一鍋飯裡面 你買了馬鈴薯 買了花生來煮 結果你把那個有黃麴毒素 都放在一起煮啦 這一鍋都不能吃 你不可能會 對你的身體 因為你吃下去身體是要有能量的嗎 有營養 對你身體有幫助的嗎 但是你把那個毒 放在一起吃了 你把黃麴毒素的花生 你把黃麴毒素的花生 放在跟這些花生裡面一起煮啦 你沒有剪出來 你吃下去一定是先中毒 你營養還沒吸收 你營養還沒吸收 毒素先吸收 那一樣修行也是這樣喔 修行也是這樣喔 你邪見不先去除 錯誤的方法不先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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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八十顆的營養吸收不到 你先吸收二十顆的黃麴毒素 你會中毒 就算沒有馬上毒發生亡 也會破壞你吸收八十顆營養毒素的 這個能力 器官 一樣喔 邪見也是這樣喔 邪見也是這樣 所以第一個要去除的就是非因濟因 非果濟果 借進取 這個也是依佛陀的經驗來的喔 你看這個就是非因濟因 這個就是非果濟果 你所得到的並不是解脫 你以為是解脫 你就不會再用功了嗎 你所得到的並不是救進 你以為救進 你就直取在那裡了 結果下輩子再來的時候 還一樣 沒有 沒有正確 那佛陀後來沒有辦法了 沒有辦法了 才到苦行靈裡面 那麼自己修行 過著苦行的生活 但這個苦行跟拔切婆的苦行 是不一樣的 跟他們那些苦行靈在修行的 那些又不一樣 然後最後六年 六年一麻一麥 那沒辦法 他覺得再這樣修行下去 白白死 白白受苦 沒有意義 所以他才自己另外找方法 才到菩提加雅那邊 那因為他過去是修禪修的 他另外想說 再想 那麼就用這樣禪修 然後再 再運用他的智慧 後來真的就見到緣起 看見了無我 那這個時候 他真正得解脫 好 那先講到這裡 我們先來講這裡 那麼出國斷三節 就是凡夫跟聖人 凡夫跟聖人最大的差別 就在於什麼 有沒有生賤 有沒有我賤 有沒有我賤 有我賤 就有生死 沒有我賤 就決定會出生死 雖然還沒有斷生死 但是決定會出生死 其實這樣 出國就決定會得解脫 最多七次 七次 七次 如果人天算一次 七次就最多十四次 那麼一定會解脫 所以這個決定會出生死 主要是斷生賤 那生賤要斷 生賤要斷 第一個 一定要先斷戒進去 這個沒斷 生賤不可能斷 因為你方法錯誤 你的結果不對 所以你不可能斷生賤 第二個要斷什麼 疑 疑 疑是疑什麼 疑似帝 所以他就是什麼 你必須先去除錯誤的修行方法 然後要有什麼 正確的修行方法 你對於似帝 似帝就是正確的修行理論跟方法 你有懷疑 就是你不確定 你不確定正確的事情 所以你就會猶豫不決 不能照著做 那你沒有辦法確定正確的方法 所以你沒有正確的 你有疑嗎 有疑就是你還不確定這樣做好不好 這樣做對不對 這樣的間界是不是 這樣的修行方法 是不是能得解脫 你沒有什麼 你沒有確定 沒有確定就猶豫不決 你的心力就沒有辦法一直往前 所以沒有對於正確 視地就是四種真理 真實是苦 苦 要離苦 一定要從苦因下手 你要確定什麼是苦因 那苦因是什麼 苦因就是我見啊 生死的真結就是我見啊 這一件事你沒有確定 你怎麼會加強火力 專心在什麼樣斷我見 不會啊 你不會去觀察 無運無我這件事啊 因為你都不能確定 是不是有我見才有生死啊 你沒有辦法確定這件事啊 所以你就不會努力去什麼 努力努力去實踐這件事 所以有餘就是沒有正確的修行理論跟方法 沒有正確的修行理論跟方法 沒有正確的修行理論跟方法 你沒有那個理論跟宗旨啊 沒有沒有修到方法 所以我常常講 第一個確定修行的理論 第二個確定修行的方法 然後之後就是一直往前 這兩點沒有先做到 你不可能斷身見 你沒有斷身見 你不可能得解脫 不可能離苦 所以你看 第一個三結 第一個要斷的是借進去 錯誤的 非因濟因非苦 這個是從佛陀的修行經驗 從佛陀的修行經驗 歸納總結來 告訴你 我經歷過了這一些 我知道 就好像說 你爬到山上 你會知道 你要走哪一條路 你不能走哪一條路 因為那邊有鱷魚有老虎 有河流 你過了就過不來了 你只要選了那條路 你就不可能到這一條路 好 那你雖然沒有寫那一條路 你還要有正確的路 你才能走上來 你雖然沒有錯誤的方法 你也沒有正確的方法 它也沒有用啊 它也沒有用啊 所以你不但要避免錯誤的方法 你還要有正確的方法 你不但要去除這種錯誤的觀念 你還必須有正確的觀念 你沒有錯誤的觀念 你也沒有正確的觀念啊 那一樣是沒有 一樣是沒有 不能達到啊 不能到達 所以你看三節第一個是 借進取 借進取 非因即因 非果即果 所以我們現在很多修習的方法 我們都要思維 我想得到這個 從 我從這樣的方法 你真能得到我想要的嗎 那麼通常佛法有一個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叫做 你錯誤的方法從哪裡可以 那我怎麼知道我這樣的方法 正不正確錯不錯誤 很簡單 所有的方法 只要離開了你自己身心 從外力求 那個就是錯誤的 因為它的一個主因一定在身上 外面的都是圓而已 你的陰不俱不正確 你的圓再正確 它也沒辦法 你一顆種子 你一顆種子 你給它照顧 它會發芽 你一顆石頭 你再怎麼給它澆水 給它怎麼施肥 它也不會發芽 你一顆芝麻那麼小 它也能夠榨出一滴油出來 那花生比芝麻大 炸的油就更多 但是 你一顆砂 一顆石頭 你怎麼炸 用多少火力 它也炸不出油來 這個就是 你要從陰下手 選擇那個正確的陰很重要 你載了一頓的石頭 都不如你載五顆花生的油多 就算你用大火 把森林裡面的樹木都砍來煉 一頓的石頭 你也煉不出一顆花生的油 一樣 你的修行方法不管你多精進 苦行 苦行外道 一輩子的生命 都在受苦 都在精進 都沒有一個五界居士 沒有一個五界居士 此五界熏習佛法所修的功德度 沒有 因為它有政見 這些苦行 生生世世 白白受苦而已 那一些 那一些 你看 你看這個就好了 這個阿羅羅先人 跟玉陀羅摩羅子 阿羅羅佳蘭跟玉陀羅摩羅子 一個德無所有促定 一個德非想非非想促定 好 你看喔 這個 這個德無所有促定 無所有促定 壽命多長 壽命多長 四萬大節 四萬大節 這個無色戒的壽命 無色戒的壽命 是從大節開始算的 你看喔 無色戒天人 無色戒的天人 無色戒的 空無邊 室無邊 無所有非想非非想 空無邊 室無邊 無所有促 非想非非想 空無邊 室無邊促 無所有促 非想非非想促 好 這個是壽命多長 壽萬大節 壽萬大節 大節 壽大節有壽千尊佛出世 壽大節有壽千尊佛出世 這個是壽萬大節 壽萬大節 壽大節就是 比如說 一個世界 乘住壽空 地球 乘住壽空 叫做壽大節 壽大節有四宗節 乘住壽空 壽大節有二十小節 這個二十小節裡面 其實就在一大節裡面 這一大節裡面 有一千尊佛出世 那你看 那剛剛弥勒佛到釋迦佛就要過很久了 那這一萬大節裡面 你看 一千尊佛再乘以一萬 看多少 就過多少了 那好 那你就看多少佛了 每一大節都有一千尊佛 每一大節都有一千尊佛 他過一萬大節 過了多少佛 那麼四無邊處 幾大節 乘以輩 兩萬大節 這邊兩萬 兩萬大節 無所有處四萬大節 非想非非想 八萬 八萬大節 那你看多少佛出世 釋迦佛 釋迦佛在菩提宿下 三十五歲在菩提宿下 承道的時候 他第一個想渡誰 想渡這兩個人 叫他修禪定的 叫他修禪定的 但是好巧不巧 釋迦佛第一個想渡這兩個人 他在菩提宿下 承道 第一個 第一個他想我所悟的 他先想說我所體會的這麼深 那麼一般人不容易知道 我就算跟別人講 別人也沒辦法領略 所以他一開始是不想說法的 很多經都有這麼說 一開始是不想說法的 後來 後來就有 我不曉得這個是不是編的 那麼就是說 犯天來請法 因為犯天知道了佛的心的念 但是我覺得這個應該都跟印度 因為印度的廢陀 印度的是婆羅門教 婆羅門教主要他們有三大派 三大派 擁護犯天的 擁護彼斯努的 跟擁護師婆的 犯天的信仰 跟刀立天的信仰 在佛陀時代 是很流行的 但是 這個 佛滅後 因為後來他們就是三 也是三神一體 那 佛滅後 供養犯天的就很少 據調查 印度的一千尊 一千所廟裡面 大概 只有一尊 只有一間是供養犯天的 其他都是供養彼斯努跟師婆的 那你就知道供養犯天的 在佛滅後就快速的脆弱 但是佛時代供養犯天的事很多的 那犯天的犯土 就是 就是犯天的這個信徒非常多啦 所以通常 通常在佛經裡面 你會看到犯天很常出現 那 也許是可能真的是 也許可能就是要射受 這些 這些犯天的信徒啦 所以是犯天來請法 我想是這樣啦 但也有可能是真的 因為這個我們不知道啦 那 但是佛教裡面這種事很 就是 各個經論都說到了 都說到這一件事 犯天來請法說 雖然這個佛法 那麼深奧 但是 那 這個 你說 事件上也是有這樣的人 他會知道的 那個時候我心裡在想 如果是這樣 第一個 佛的境界那麼高 犯天怎麼能夠知道佛在想些什麼 犯天是不是比佛的境界高 那他能夠知道佛在想些什麼 他沒有辦法知道佛所證物的境界是什麼 那第二個 第二個 我心裡面在想 如果犯天會請佛轉法輪 那 佛為什麼不先跟犯天講 他所證的法 讓犯天也證國呢 我心裡面這麼想啊 那為什麼大家都得解脫了 犯天都沒有解脫 這個也很奇怪啊 就是犯天是請轉法輪的人呢 但是為什麼犯天自己轉不動這個法輪呢 而且犯天是跟佛講 犯天跟佛講 那麼事件上也是有懂得 聽法的人啊 因為他知道佛 佛不想說法 那犯天為什麼 請轉法輪沒有先請佛為他說法呢 你本來不覺得奇怪嗎 如果我是犯天 我覺得啊你佛 你成佛 你這個成佛 你的法那麼好 你應該為眾生講 他難道不會說呢 佛 佛先為他講嗎 這不是很奇怪嗎 但是我不曉得 我只是有這樣的疑問啊 就好像那個時候我在 有時候我們會想啊 想說 欸這樣的 就是你要從多個角度去想啊 我記得有一次喔 我只是告訴大家 觀念喔 不要被侷限住啊 要從各個角度去想 我有一次 我還在家的時候 我還在家的時候 我只要聽到喔 聽到哪一個地方喔 我有一些很厲害的法師喔 我就會去參訪喔 我會去問他一些問題 他以為我是問案的 不是我不是問案 我只是有問題 我弄不清楚 那你你很厲害 我就問你而已啦 那有一次我還記得 我不知道在哪一個山好像不知道在苗栗啊哪裡 我已經忘記了 就到很深山裡面喔 坐車還要走走走 走很進去 然後有一個法師 男仲 在那邊修行 我也忘記他的名字了 然後我就進去 好像是在苗栗 不知道在苗栗啊哪裡 我也不知道 然後我就去 去了問 我就問他 我就問他一個男仲而已 住毛盆的還是怎麼樣 然後我就問他說 我有問題想請問一下 我說好 那你問啊 我說喔 佛法講阿拉也是 佛法講阿拉也是 那每一個眾生都有一個阿拉也是嘛 對不對 每一個眾生都有一個阿拉也是 好 那 那 而且他是去後先來做主公的嘛 就是說你要死了他才離開嘛 那一個生命的行程他會先來嘛 是不是 佛法是這麼講的嘛 那我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因為一個眾生不可能有兩個阿拉也是嘛 而且一定有一個阿拉也是嘛 如果阿拉也是不在那個眾生就是死掉了嘛 他就不是眾生 他就是死了嘛 然後他會再去投胎嘛 那活著投胎那個阿拉也是會先來嘛 就在肚子裡面阿拉也是會先來嘛 先住進去嘛 好 那如果現在有這種情形 一條蚯蚓我們不是把它斬成兩半 兩半都會活嗎 那他不可能 兩條都活 他不可能一個阿拉也是有兩個個體嘛 是不是 那我就很奇怪 那這樣的話 那 把一個蚯蚓斬成兩半 兩條都活 那原來的阿拉也是是在前面還在後面 那再來的那個阿拉也是 他怎麼知道 因為我們如果投胎 那個是有一個 那他是怎麼來的 我就會想這些問題 蚯蚓還好解決喔 那個海星你給他剁成18塊 他18塊都會活呢 那個阿拉也是忽然之間 他是怎麼樣 如果有阿拉也是這樣的問題 那好 那前面蚯蚓跟後面蚯蚓 他兩個個體 就有兩個阿拉也是 那個阿拉也是 他怎麼知道 是 要在前面那個 還是要在後面那個 他會在前面 還是在後面 那怎麼樣決定的 那個法師 聽我這樣問 你是要來亂的 你是要來亂的嗎 我不是 我不是要來挑戰你 問案你 我就是真的不懂 我就會想 那後來我們講到如來杖 如來杖 如來杖是說 眾生本來是佛嘛 本來清淨嘛 因為被染污了嘛 所以才 他 就是 講如來杖的觀念也是有這個問題喔 唯士跟如來杖 我們稍微講這裡好了 我這裡插一條就好 這個講完了 非營既因非果既果 如來杖說 我們眾生本來是佛 因為外面有灰塵 一個模擬珠 外面有灰塵 我們講這個問題 我只是要告訴大家 我們思考 佛法很重要是思考 思考不對 所以我剛才講 佛陀為什麼 大家都跟著那個大師學 大師說這樣是解脫 你敢說這樣不行 因為你也沒有解脫過 大師是號稱解脫者 阿羅羅佳蘭是號稱解脫者 很多弟子跟他學 他也學了 也真的得到那個境界了 對 這裡就是解脫的境界 就好像一個美國人 一個美國人 但是也有可能出來 就是一個外國人 你沒有去過美國 帶著你坐飛機 經過沉沉跳樹 這裡就是美國 你敢不相信這裡是美國嗎 但是有可能不是 他也有可能錯誤 但是他是外國人 他不是美國人 那你會以為 所有的外國人 都是美國人嗎 我們就會這樣喔 所有有修行 有境界的都是解脫者 不一定 不一定 我們要說的就是說 比如說如來賬 如來賬 如來賬是這樣 我只是告訴大家 我們有時候思考 不要被先限制住了 就是你要從各個角度去思考 佛陀為什麼後來可以解脫 那麼他之前參訪過那麼多解脫者 為什麼他會認為他們沒有解脫 如果是我們 我們會不會這樣認為 不會 為什麼 所以現在我們不能局限 就是說很多東西都要有一個合理 而且你要從各個角度去思考 比如說這個是摩尼珠 他本來親近 那麼一甘以如來賬的說法就是 再煩不爭 再煩不減 再甚不爭 也沒有增加一點點什麼 慈悲智慧 親近 比如說如來的智慧功德 如來的功德 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功德 智慧等的種種功德 他本智具足 本智具足 所以說恢復本來面目 這個說法對不對 那個時候我剛才聽到這個的時候 我就在想 比如說這個是摩尼珠 他本來親近 那你修行不夠就是恢復本來的親近 這上面有很多灰塵 這個是摩尼珠 摩尼珠上面有很多灰塵 就好像這個白板本來是白的 我上面寫字就黑了 那麼我現在因為 我一出生就很多字了 所以我現在就是努力把這些上面的字 擦掉擦掉 擦掉上面都沒有字 恢復本來的親近 但是這樣有一個問題 這樣就成佛 恢復本來具足的親近功德 那你說我只是恢復本來面目 那你摩尼珠本質親近 但是後來被染污了 那你現在把這一些 把一些染污的都去掉 把這一些外面的染污都去掉 恢復他本來的親近 那而且他不真不減 這個觀念說不上來 就是說沒有道理啊 為什麼 因為他本來親近 但後來被染污 那麼染污的是不是他本體 是他外父的 好 那你把他擦親近了 你本來被染污的叫做眾生嘛 被染污的叫做眾生嘛 那麼你把他恢復親近 叫做佛嘛 而且在在眾生的時候 那個功德也沒有減少 成佛的時候 那個功德也沒有增加 就是恢復本來面目了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本來是否 本來是否 本來親近嘛 所以叫做本來是否嘛 本來親近 本至親近嘛 所以叫做本來是否 眾生本來是否 那麼因為煩惱染污 所以變成眾生 本來是否 因為灰塵 所以變成眾生 變成眾生 就變成不親近了啦 變成眾生 但是他變成眾生的時候 他那個功德也沒有減少 所以他作用還在 那麼後來透過修行 經過修行 經過修行 又變成 回到本來是否 回到佛的境界 回到 回到 回到是否 回到本來的境界 我們說 回到本來面目 就是回到本來是否的境界 又變成是否了 好 那這樣有一個問題 當然變成眾生要回到佛 要透過修行 現在有什麼問題 如果我本來是否 會變成眾生 那麼我現在回到本來是否 那我又不會變回眾生 如果不會 那怎麼可能跟本來一樣 因為本來是會的啊 本來是會染污的 本來是否 這顆魔尼珠會有灰塵 附在上面 這顆魔尼珠會有灰塵 附在上面 透過你把灰塵去掉之後 這顆魔尼珠上面沒有灰塵 但是它會不會還有灰塵 之前會 現在就會啊 那如果之前會附著灰塵 現在不會附著灰塵 那這顆魔尼珠已經不是 跟之前一樣了啊 哪有可能一樣 因為以前的會有灰塵啊 以前的魔尼珠會有灰塵 會附著灰塵 現在你插過了之後 這顆魔尼珠不再會有灰塵 而且以後也不會附著灰塵 那這顆魔尼珠怎麼可能 跟之前那一顆完全一樣 之前那一顆是會附著灰塵的啊 那麼你如果本來是否 那麼你因為煩惱變成眾生 現在你修行把煩惱斷掉了 你不會再變為眾生 那怎麼可能跟本來一樣 那就不一樣啊 以前的魔尼珠是會有灰塵附著的 現在的魔尼珠 灰塵沒有辦法附著 那肯定是不一樣啊 你怎麼可能說跟以前一模一樣 那不可能啊 那這樣的觀念 這樣的觀念 說 這是沒有辦法說服啦 那麼 所以 所以 這個很明顯就是什麼 翻遍說 翻遍說 它不可能說有一個本質具足的東西 好 那 這個 這個佛陀 佛陀在 親近這個 玉陀羅摩諾子的時候 也是這樣 他也是告訴他 類似像說 他有一個 有一個親近的 微妙的 那這樣的一個字體 那 所以 為什麼 佛陀 人家告訴他 這樣就是解脫了 你見到 這個就是解脫了 那佛陀可以懷疑 會懷疑 因為你要很多東西要從各個角度 然後你仔細去想 要如理思維 你才不會 你才不會 你才不會說 只是因為權威就相信 只是因為大家都相信 你就相信 好 那麼 這個是講到 我們講到 佛陀出家之後 從 從佳皮羅惟國 到 屁舍離 屁舍離先見這個 拔且婆 後來 他過了幾天之後 發現 發現這個 大制度人講 除了見拔且婆 還見一個瓦斯 但是 就是有很多人傳說 但主要是這個 然後後來就到 到下面這個王舍城 見這個 見這個 阿羅羅佳蘭 阿羅羅佳蘭 在那邊 修德無所有促定 那麼 雖然他說 這樣是解脫 但佛陀 不認為這樣是解脫 後來又被介紹 去見這個 玉陀羅摩羅子 修德非想非非想促定 這中間 如果照這樣看 應該 不會超過兩個月到三個月 沒有 好 那後來 在這個地方 他到這裡的時候 他到 從這個 加比羅衛國到屁舍離 從屁舍離 再到王舍城的時候 他在這裡 他就有出來脫波 出來脫波 他那個時候都已經 就是獻沙門像了 剃頭了 我們看到的佛陀 都是有法技 沒有 其實他就是一個出家人而已 只是他很莊嚴 像好莊嚴 像好莊嚴真的會色色人 長得好看 就特別 而且那種氣質 那種 就是我們就說像跟好 三十二相八十種好 像就是外相 那個好就是你的威夷 你的威夷 你走路 那你轉身 你怎樣 你講話 那種威夷好 會色色人 真的 講話的聲音又好聽 人又好看 那動作又悠揚 那 所以叫做細型 我是 這部分我比較弱 我是粗型的 那 基本上 佛陀這部分是很好的 所以他很色受人 那 到了 他來脫波的時候 就遇見 遇見這個 遇見 這個是摩羯陀果王守成 遇見品博梭羅王 遇見品博梭羅王 那 品博梭羅王 一種說是 遇見品博梭羅王 一種是 有人跟他講 這個 有一個 有一個人到王守成 修得非常好 非常專業 非常有修行 那品博梭羅王 就去見他 那個時候 他們據說是 在這個叫做什麼山 我看一下 在一個 王守成的一個山裡面 看我有沒有寫 盤圖婆山 在盤圖婆山 王守成 盤圖婆山 王守成 這裡有一個盤圖婆山 也不知道在哪裡 盤圖婆 就是在這個山裡面修 在這個山裡面修 然後有出來脫波 那 就是被看見了 然後大家傳傳到 一種是他脫波的時候 遇見品博梭羅王 一種是說 有人去跟國王說 那國王就到這個盤圖婆山裡面 因為他的局職 威夷 他的說法都不太一樣 所以到盤圖婆山裡面 像說他們在盤圖婆山裡面修行 去見這個釋迦佛 那見釋迦佛的時候 就跟釋迦佛說 就跟他坐下來 跟他 就是肯談 說 因為他看見釋迦佛的這種 因為他很多人讚嘆他嘛 那 這個國王看到了 也覺得 哇這個年輕人 釋迦佛出家的時候才29歲 29歲 然後當時他35歲就成佛了 我比釋迦佛還早出家 我27歲就出家 然後當時人家律修六年就 就成到了 這真的是厲害 那這個釋迦佛出家沒有多久 那個時候他見大概也是30歲 好不好看 然後如果他29歲出家 沒有幾天而已啦 還是9歲 那這個 這個釋迦沙漏網看見釋迦佛很高興 他跟釋迦佛講什麼呢 你來幫我治理 治理這個國家 我們共同治理這個國家 一般就是分一半國土 其實不是分一半 不是分一半 你自東邊我自西邊 不是 而是說 你跟我 我們都是做國王 也沒有我比較大 你比較小 沒有我們一樣大 那你跟我共同治理這個國家 你跟我共同治理這個國家 那麼造福這個地方的百姓 你修行不就是要利益眾生的嗎 那你現在 你現在就可以來利益眾生了 那這個 這個品博說得好 很很真心的要 就是邀請他共同治理這個國家 以前 以前玄奘大師從印度回來的時候 唐太宗也跟他講 愛卿啊 你 你做我的宰相 還是怎樣 叫他還屬 來治理這個國家 很多都這樣 我告訴你 就是邀太宗也是 也是被要求 被要求說還屬自己國家 那麼 因為他這種 以前最好的人才 就是這些人他非常有智慧 非常有能力 那品博說得好也看到西達多 那個時候還不是釋迦摩尼佛 那個時候叫西達多 那個時候還沒成佛 叫西達多 那這個看見西達多這個修行人 那麼就很希望他留下來 不要就是還屬啦 然後跟他一起治理這個國家 那個時候印度最強的兩個國家 一個就是摩羯陀國 一個就是喬薩羅國 一個兩個最厲害的國王 一個就是品博說得王 一個就是波士尼王 全印度最厲害的啦 那你看這個 釋迦摩怎麼跟他講呢 釋迦摩因為他跟他講很久 那就是去這個盤圖佛山裡面 找釋迦摩 找西達多 跟他說 要讓他跟他眾統自己國家 釋迦摩舉了批 因為釋迦摩本身就是王子 他如果沒有出家 他就是繼承什麼 在加比羅爾國繼承國王的 因為他們是共和國 加比羅爾國其實是共和國 那當時他們有四個王 就是他們四個兄弟 共同治理的啦 但是還是以老大為主啦 金泛王 那麼他也是要繼承王位的 但是加比羅爾國其實是小國啦 加比羅爾國其實是小國而已 不大啦 而且是歸 加比羅爾國是歸 喬喬羅國管的 但是摩羯頭國不歸喬喬羅國管啊 摩羯頭國也是很大的 但是摩羯頭國跟喬喬羅國 有姻親關係啦 他的妹妹嫁給他嘛 就是波斯尼王的妹妹 就是波斯尼王的妹妹 嫁給這個 他自己國家 釋迦佛哥 如果有一個人 那麼剛從毒蛇 就是 就是從毒蛇那個地方跑出來 被毒蛇咬過嘛 然後恢復好了 他有可能再回去被毒蛇咬一口嗎 不會 如果你被那個火燙傷 你拿到一個火燙 你接到一個火燙被火燙傷 你一定什麼 馬上把這個火燙丟掉嘛 如果一個一個剛丟掉火燙的人 他被火燙傷丟掉火燙的人 他有可能再去撿起那個火燙嗎 不可能啊你看 一樣 他已經知道這個 不管你執著國家 執著家庭 執著你自己 他都會受苦 他是 他為什麼要出家 他出家就是看見人生的老病苦 老病死了 看見人生彼此的什麼 彼此的傷害 那麼既不管是 不管就是品博梭羅王也一樣啊 品博梭羅王他也是 因為那個時候印度有十六大國啊 他也是要去併吞其他的國家 要讓他的國家更大 誰不副總他國家要打誰啊 一樣啊以前他們也是常常戰爭的啊 所以 他如果跟他地統治理國家 他一樣要怎麼樣 要彼此傷害啊 釋迦佛會出家兩個原因嘛 第一個就是 看到眾生彼此傷害嘛 關根嘛 上次我們不是講 他去看見農典 就看見 他已經看見眾生為了生活 為了讓自己過好的生活 要彼此傷害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他已經看見在生命裡面 沒有辦法避免的要受老病死的苦 種種的苦 好 那他如果再去做國王 他就 他一樣又要回到 互相彼此傷害的嘛 因為你 人家國家要來打你 你要擴展你的國家 要維護你國家的利益 就變成要彼此傷害啊 那 國家跟國家之間的彼此傷害 跟鳥跟蟲之間的彼此傷害 人跟牛之間的彼此傷害 是一樣的 為了什麼 為了利益 好 那麼即使你做國王 把國家治理的井井有條 那麼讓百姓都過幸福快樂的日子 你能因此這樣避免百姓的老病死嗎 沒辦法 你能夠因此避免你自己本身的老病死嗎 沒辦法 你就算你活著的時候不受苦 你最終還是要什麼 受種種的苦 沒有辦法根本的解決問題 就好像你就是因為為什麼要出家 你就知道這個是火炭嘛 你都丟掉了 你怎麼可能 那個是小火炭嘛 加皮羅果比較小嘛 小火炭你被燙傷 你丟掉 你再來撿大的火炭 哪有可能這樣 是不是 這個小火炭沒有意義要撿大火炭 大火炭炭起來更厲害啊 小國戰爭起來殺了還沒那麼多人 大國戰爭起來殺更多人啊 為了回復自己的利益啊 那你看 釋迦佛想的不一樣 想的不一樣 所以重點喔 佛教最重要不是叫你怎麼做 叫你怎麼做之前 要先叫你怎麼想 想對了你才做 不是說做就對 不是喔 有些人說你做就對了 不是 對了就做 要先對 就是要有正思維嘛 然後才接著什麼 正與正業正命嘛 才是做嘛 才去實踐嘛 理論要先對 然後才去實踐 這個很重要 所以釋迦佛想的跟人家不一樣 那我們真的要學佛 第一個要像釋迦佛這樣會想 如理思維啦 好 那現在說到 他修苦行 然後最後 最後 就到苦行領 苦行領修禪定 那我們說他遇見 遇見這個品博說羅王 到苦行領 後來他在苦行領修禪定 這個中間我想應該不會超過三個月 一個月到三個月 從他出家 從他出家 到他到苦行領 不會超過三個月 甚至有可能 因為如果 如果這裡幾天而已嘛 這裡據說只有幾天 沒有一個禮拜 那這中間可能是一兩個月 我覺得啦 修禪定一個月兩個月 那 後來到苦行領應該不會超過三個月 那他到苦行領的時候 他說五比丘已經去了 五比丘已經去了 那麼最早是 禪陀 禪陀回去的時候 就跟禁放王講 那麼 有三個人非常傷心 一個一定是耶穌陀羅 一個是禁望王 一個是大愛道 因為摩耶夫人死後 佛陀都是大愛道 就是西達多都是大愛道在撫養的嘛 大愛道自己也有生 生小孩 就是爛陀嘛 他自己有一個小孩 那這個西達多是他姐姐的 但是他也是 就是他的奴母 從小把他帶到大 結果他現在去出家了 大家都靠他嘛 結果他去出家了 他會很傷心 後來 禁放王就到處打聽 佛陀雖然跟車逆說 你回去跟我的父王講 不用找我了 我出家去了 不用找我 但是哪有可能不找 你雖然說他都不用找 他還是去找了 所以他最初就派三位大臣 所以他開始先打聽 那釋迦佛是去了哪裡 打聽打聽 後來打聽到就是在 在這個苦行臨 所以打聽到的時候 應該就是兩三個月之後了 那他就跟聽人家講 然後他就派三個大臣 那三個大臣去 先派三個大臣去勸他回來 那麼也有說去盤圖佛山 三個大臣去勸他 這三位大臣去見到釋迦佛之後 跟釋迦佛講過之後 沒有勸他 因為他就說 哇這個王子你了不起啊 看他的氣象 看他的講話 看他的決心 沒有勸他 國王是派他來勸他回來的嘛 然後跟他講過之後 深深被西達多所感動 所責服 那麼所以後來也沒有勸他回去 他回去就跟報告這個金冠王 以西達多的決心 以及他的這種 他是不可能會回來 所以金冠王就沒有 沒有再要勸他回來的心啊 那既然勸不回來 那怎麼辦 派人去保護他 派人跟著他 所以吳比丘不是 吳比丘不是要去修行的 吳比丘是五個金冠王派去保護他的 這其中也有大臣 也有他的表兄弟這樣 是派去保護他的 因為他畢竟是一個太子 那麼怕被人家傷害或怎麼樣 然後就盡照顧他 保護他 吳比丘是去照顧他保護他的 所以後來 後來釋迦佛不修苦行 吳比丘會很生氣就是這樣 那因為他們是捨棄王公的生活 他們不是要修行的 他們不是要解脫的 他們只是因為 因為盡放王的命令 比如說你本來是王子 過得很好的生活 結果因為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王子 最有最厲害的那個王子 他也是大臣的兒子 或國王的兒子 或是大臣被派去的 因為這樣你要捨棄家庭 要捨棄你本來過得好生活 只為了保護這個太子 結果後來這個太子又不修行 你是不是很氣 你就很氣啊 我又回不去 他不能說太子不修行 所以我們就回來了 他也不可能這樣 他不可能這樣 所以他就說好吧 那既然我們也回不去 那我們就繼續修吧 我們就繼續修行吧 因為那個時候以為苦行就是修行 所以釋迦佛後來在苦行臨 修苦行的時候 常常叫做什麼山 在那邊修苦行的時候 這五個比丘是保護他的 所以在那邊修了 你看在那邊修六年苦行 六年苦行也很長 你在一個地方就這樣刻苦的修六年 就變成習慣了 就生活過的是 你看釋迦佛據說是一馬一脈 一馬一脈是不是誇張的說法 我不知道 一馬一脈真的可以撐六年嗎 其實我是有一點懷疑 但是有禪定的人基本上 因為釋迦佛在苦行臨的時候 他已經有非想非非想定的經驗了 那有禪定經驗的人基本上是可以的 印度據說有一個都不吃飯的也可以 但是有功夫的人我相信是可以 但是釋迦佛真的是一馬一脈 還是比較誇張的說法 這我們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有禪定的功夫的話 你不用靠 我們叫做世間的飲食是可以的 到家也可以 到家練氣的時候 他其實真的就是所謂的吸收日月精華 依這個樹或是依這個太陽月亮這些能量 他基本上就可以維持 真的 有些是真的可以這樣的 好 但是我們不確定一馬一脈是不是 真的是一馬一脈過六年 如果一馬一脈可以 那根本就不要吃也沒關係 幹嘛要一馬一脈 真的 那一馬一脈也不需要 但是這個可能就是比較 我覺得是一種比較 刻苦的說法 刻苦的說法 後來成道了之後 第一個就是要度他兩個老師 那我們說過他兩個老師 這個他心裡面想要說度兩個老師 就有天人來跟他講 那麼說他兩個老師 一個是阿羅羅嘉蘭 跟踏婆羅摩羅子 兩個人都在 好像是十五天以前 好像是十五天以前 我看一下 我說是十五天以前 就到了 這麼快 十五天以前就已經死掉了 死掉了生到哪裡 生到無所有觸天跟非想非非想 你看 你看一個無所有觸天 是四萬大節 那你說那佛陀怎麼不去 怎麼不去無所有觸天度他 他不是可以上道立天度他母親嗎 那他為什麼不能上無所有觸天 為什麼不能上無所有觸天度他老師啊 金剛經不是講嗎 若軟生若太生若思生若化生 若有色若無色 若非想非無想 若非想非無想 我皆定入無與涅槃而滅肚子 他現在入無想非想或無想 你怎麼不去肚子他 不是 他這個是眾生的分類 他不是說真的可以去無色借天 因為無色借天他都不想了嘛 他都沒有思維了 他都聽不到聲音 他也感受不到那種 他在禪定的境界裡面 他沒辦法聽到任何聲音 你也沒有辦法去撼動他 沒有辦法 要等他一夜報盡他才會下來啊 渡不了啊 刀立天可以跟他講話 你沒有辦法上無色借天跟他講話 沒有辦法 你沒有辦法傳達意念給他 沒有辦法 所以就沒辦法渡了 但是怎麼這麼剛好 你怎麼不晚一點才往生 你就在佛田佛陀成佛之前 你就往生啊 就沒有因緣了 其實老實講 所以你看那個修道 修道那麼好 可以得到無所有觸定的人 但是他以後 他以後要遇見佛法 要八萬大節四萬大節 以後還不如什麼 還不如西達多太子 還不如那個西達多長者 西達多就是那個幾孤獨長者 還不如那個品博索羅王 一生過榮華富貴 你看他們修仙人都是出家去怎麼樣 然後很刻骨的修行 才修到這個境界耶 可是你看品博索羅王 一生榮華富貴 但是最後只因為遇見佛 他好像證 品博索羅好像證三國 有這麼說法 就證三國 至少有這個很多國王都證國啊 那西達多長者 也是有家庭的人 結婚去只要過快樂的生活 後來遇見佛 證三國 這個阿羅羅家蘭跟玉陀陀 一生刻苦修行 也修得很高的成就 那個西達多長者 連訂都沒有啊 然後也是過繁華快樂的日子 但是後來遇見佛 他很快就證三國 可是你看 這個教釋迦佛得禪定的人 他現在在哪裡 現在還在天上啊 什麼時候下來 四萬大節八萬大節之後啊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了 所以長壽天是八難之一啊 八難啊 那你以為用功升到天上去就好 沒有啊 那邊是沒有痛苦喔 那邊是完全沒有痛苦喔 都沒有受到哪裡苦啊 所以 但是 等他福報受盡的時候 他下來 又是凡夫啊 是不是 所以你看這個 這個很重要的觀念 好 我們再會把這個講一下就可以 那 後來就派五比丘 就派五個人啊 派五個人 禁飯王派五個人 來 沒有 因為 佛陀 不是 佛陀後來成佛之後 要度他兩個老師 後來沒辦法度 後來就去想要度五比丘 那是因為五比丘 第一個要度他兩個老師嘛 沒辦法度嘛 後來就想度五比丘 那五比丘是哪五個人呢 因為時間到 我們下次再繼續講 我們先寫一下好了 五比丘 有很多把把這五比丘講完就好 五比丘有很多種說法 各個經論講的不一樣 五比丘是一個很 就是最初的 而且為什麼會各個經論講不一樣 我也不知道啦 反正一般來講是講這幾個 有一個幾個確認的 喬承儒一定是確認的 喬承儒是最先得到的嘛 然後 還有一個就是阿蘇士 阿蘇士就是馬聖比丘 這個也是確認的 就是各個經典講一樣的 這兩個都不會改變 馬聖 阿諾喬承儒嘛 就喬承儒 就第一個佛陀的第一個阿羅漢弟子 另外有三個就講的不一樣啦 拔體婆婆摩荷蘭 還有一個摩荷蘭 這個摩荷蘭跟佛陀 阿諾綠的哥哥摩荷蘭不一樣 阿諾綠的哥哥也叫做摩荷蘭 這個 這個後來 一五分綠的記載 大家設結集經典的時候 大家設結集經典的時候 八大上座裡面有一個就是摩荷蘭 跟喬承儒 這個是八大上座 就是這兩個人後來也去參加結集經典 就是有八個上座 最早的嘛 這個是第一上座嘛 沒有人比他資歷更高了 另外有兩個 有兩個就是解釋的不太一樣 這五比丘 我們先把他講完了再來說 一個是婆婆 一個是拔體 大概我們就講這五個啦 因為各個說法不太一樣 一二三四五 那這個是一定是各個經典一樣的 喬承儒跟阿諾綠的 死馬聖比丘 因為這個去度了捨立佛嘛 這個是第一的嘛 這個是第一得到的嘛 那這個是度捨立佛 所以這兩個人 就為捨立佛說元起祭 那其他的就講的不太一樣 就五比丘 那佛陀後來就想說 那五比丘照顧他 那就想去度五比丘 所以初長法輪就在入院院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五比丘已經離開苦行年了 因為佛陀離開苦行年之後 五比丘也離開苦行年了 他也不去照顧他了 不管他的 他不修行不管他 我們自己修了 就變成這樣的 時間到 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下次再從五比丘開始講 好 好 大家先合掌回向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佛吉於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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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於眾生 我等於眾生 皆共臣佛道 皆共臣佛道 好 謝謝